詞曲 李宗盛 让我请一下那个 雅慧在吗 在老师 雅慧刚才的解释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好 注意看哦 我们这就是要解释助词 很多人最想要学这一块 你有没有看到对象列出现的 有 好 有没有看到O 有 前面的我先不看,我先把它拿掉 先拿掉 好,有沒有看到對象膩 有沒有出現動詞 這時候對象膩不能翻 可不可以理解了 好,所以我是要先翻動詞 對不對 來,怎麼翻譯 那個 給 給禮物 給,這不叫做給 對,這叫給我 不對,我要藍色就好了 藍色怎麼翻 給我 給我 給我禮物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老師不對啊,這叫給我 前面有對象你怎麼沒有翻到 有沒有發現到 對 對象重複了 有沒有發現 有 所以 因為這個現象 使用的時候 對象力我們都會幹嘛你知道嗎 省略 是的 你說啊老師我不省略可不可以 雅惠你覺得不省略可不可以 就是 容許太多 我只問你可不可以這樣就好了 OK 好 你沒有回答我,你用OK忽悠我了 我不要 你要告訴我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對,它是可以 所以你要很明確地告知自己喔 因為我有發現喔,我以前是這樣子的 老師問你解說 嗯嗯嗯,好 就帶過去 就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要讓你明確講 クレマス出現的時候 加私に可不可以 可以 對,但是基本上會像你講的 你剛才前面說的 會很長有沒有 沒有,所以我們習慣幹嘛 閃略掉 那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這樣子句子出來 我們 只會翻這一段 就是什麼 給我禮物 給我禮物 好,我現在把前面拿進來了 這個剛剛是幹嘛用的 你知道嗎 主持 對啊,那做什麼用的呢 嗯 有錢往後翻 是的 沒有錯 我有說過有錢往後翻 對不對 那我記得 你記得 對,那它還有一個含逆喔 還有一個含逆喔 還有一個含逆喔 這在初階日文的時候 我有教過 看到嘎 它很多種含逆 但目前恩物 我們先記一種就好了 叫做順著翻 順著翻 好,那沒問題喔 順著翻 然後它還有一個附帶的功能 叫做 如果後面有動詞 注意喔 後面有動詞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讓名詞 做 OK嗎 嗯 不是順利翻喔 我打錯字 順著翻 我們就順翻好了 順翻 可以嗎 可以 當剛剛 後面有動詞出現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動詞 就是 前面的 當前面的名詞 做後面的動作 對 所以媽媽是不是在做動作 對 媽媽做什麼動作 媽媽給我禮物 不對,我要動作就好了 動詞 給 給我 對,媽媽是不是給我 對不對 是 好,那給我 我打行李是不是多餘的 對 所以來,第三句要怎麼翻 媽媽給我禮物 這樣會了嗎 會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 くれます 我打行李會省略掉 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嗎,楊輝 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 那我們這樣說 媽媽給你什麼 怎麼說 媽媽給你什麼 欸 比如說我們是 姐弟講話就太過分了 我們是 兄妹好不好 兄妹 好 我們兄妹 媽媽給你什麼 日文怎麼說 媽媽 TED 媽媽 我 給你 了嗎 你 給你 我問你媽媽給你什麼?你說媽媽給我這個有沒有?懂我意思嗎? 這個時候就可以喔,你懂我意思嗎? 這個時候,不是給你嗎?問媽媽給你 就是把這個變成,把這個變成哪尼歐啊? 你懂我意思嗎?我這是不是省略掉了,對吧? 角度不一樣,就角度換掉,你懂我意思嗎? OK お母さんがあなたに,對吧?沒錯吧 何をくれましたか?這是可以的喔,懂我意思嗎? 因為角度換了,你懂我意思嗎? OK嗎?那我們說對象律是不是可以省略掉? 對 所以我沒有あなたに是不是也OK? 對 那我這邊換成何歐不就好了嗎? 是 懂我意思嗎? 懂 所以媽媽給你什麼怎麼說? 母さんが何をくれましたか? 對 那當然說老師,那我可不可以用第一種的?也可以喔 母さんがあなたに何をあげましたか?可不可以? 對 這樣懂我的邏輯了嗎? 對,好像比較容易懂 我不是叫你死輩喔,我讓你理解,你懂我意思嗎? 好 因為角色的換對換的時候才會出現這種有點矛盾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的? OK 好,這樣可以嗎?可以喔 那我們再來問囉 第二句,你能幫我翻成中文嗎? 第二句 嗯 第二句是從哥哥那裡得到相機啊 好,再改成從哥哥那邊得到什麼 注意聽我的中文喔 從哥哥那邊得到什麼 我們中文不會這樣講對不對? 對 這是我們中文的習慣 但日文卻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會把中文改成你從哥哥那邊拿到什麼 嗯 所以拿,我問你喔 跟哥哥拿,要錢嗎? 喂? 我說跟哥拿東西要錢嗎? 嗯 跟哥哥拿東西要錢嗎? 嗯 看 好,我們這樣說 我這樣問你喔 得到 從哥哥那邊得到一部車子 我有付錢給哥哥嗎? 應該沒有 對 所以得到就等於 就是我們中文邏輯轉換 得到等於拿,OK嗎? OK 我從我阿瓜那邊拿到一塊土地 好 我從阿瓜那邊得到一塊土地 是 這樣懂我的邏輯了嗎? 懂 你從 因為我們中文不會說得到啦 所以我要用哪來跟你溝通 OK嗎? 好 從哥哥那邊拿到什麼 日文怎麼說 安妮你何をもらいましたか? 這樣懂意思了嗎? 懂 所以もらいました是免費的這樣OK嗎? 對 對 這樣可以理解理詞了齁 可以 這是我們會話 那我剛剛是不是講拿對不對? 對 日文的拿怎麼說 OK 不一樣 不一樣 你那個叫做拿著不一樣 哦 哦 上面是不是寫拿著 我們來看這個詞 確實有這個詞 嗯 對吧 是不是拿著 哦 對 我是不是寫拿著對不對? 對 還好這是我編的 哈哈哈哈 我這個打了三個詞 是的 它就拿著OK嗎? 拿著 拿著 這樣沒錯 這樣就反應了齁 這樣你懂我意思了嗎? 懂 所以 もらいます 某種程度可以改成取ります OK嗎? 嗯嗯嗯 那不是百分之百啦 某種程度可以這樣換啦 這樣OK嗎? 再講是我們是在教恩武的繪畫課 所以我不用那麼嚴謹跟妳講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不會的 這樣OK嗎? 嗯嗯嗯 但我們的反應就是速度慢一點 我要告訴你怎麼去轉 一而一轉十十轉百 這樣OK嗎? OK 那 再講一次齁 這個もらいます 偷偷讓你們笑一下 我當年在日本工作的七年跟八年的時候 不是工作啊 念書家工作七八年的時候 可以齁 這種程度的日文厲不厲害? 很厲害 很厲害齁 確實我也很厲害 可是我跟妳說 我不會用もらいます 我不太敢用 因為我搞不懂 哦 所以我再告訴你 七八年在日本工作的我 もらいます不太會用 因為不敢用 不會用 懂嗎? 嗯嗯 所以在日本念書的人 念日文的人 會不會有這個現象 嗯應該 伊老師這麼厲害 有這種現象 不敢講 對 沒有錯 這種現象是 學日文很痛苦一個點 他不懂什麼叫もらいます 他轉不過來 你懂嗎? 嗯哼 我可以跟你講是 嗯 我很厲害是 我在我們留學生裡面 我日文算厲害的 因為我在日本第三年 我就開始打工賺錢 我一直在外面做工作 做導遊 洗一碗 然後或者是給他餐廳打工 所以我日文是比同輩 就是同樣時間去日本 流學的台灣人 我日文算厲害的哦 我依然不會哦 這樣懂意思嗎? 嗯 所以我這邊一種 話論就是可以解釋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當年我很難懂 所以我讓你們現在就懂 不要造成我以前 那種痛苦再留在你們身上 這樣OK嗎? OK 好這樣可以講 好來謝謝雅慧 最後一個詞 我再講一個字而已 來那個美容在嗎?美容 好美容不在齁 秋景秋景有辦法講話嗎? 好那我來自函 自函在家嗎?自函 好來文譽來 文譽應該在吧文譽 好 文譽你在看單字 這兩個單字你會不會有痛苦? 有一點 有一點好 我先跟你說齁 這兩個字先不要管 余力翻成借好不好 好 這就簡單了嘛對不對 對 好 注意看齁 我借錢給你 是不是借 對吧齁 我借錢給你 我跟老師借錢 有沒有一樣的借 對 對 你看齁 所以我為什麼叫你翻借語音在這裡齁 我跟妳借錢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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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都一樣都是借 所以我把它翻借 合不合理 合理喔 OK嗎? 好 可以齁 好 那我教你怎麼把它記得更清楚 這個要加一點台語進來齁 你台語好不好 還好 還好代表年紀不成熟 太年輕了 呵呵呵 呵呵 好來 這個字齁 日文怎麼翻譯 吸 吸 注意喔 我怎麼去記齁 死出去 所以東西是進來還是出去 出去 對 所以我把東西怎樣 借給別人 對 這樣OK嗎 可以 好 記住我的理論 女人跟什麼 不是女人 所以這是借出去給別人 這個一定不是借出去給別人對不對 對 它一定是怎樣 相反的 對 講給我聽 相反的這叫做什麼 借給我 對 跟別人借 OK嗎 嗯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好注意去喔 注意看一下喔 注意看齁 來 看我這邊齁 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是 係主題 對 所以怎麼翻譯來 借出去 喔 借書 給別人 是的 借出去給別人 OK嗎 借書 沒有錯 借書 但我把它再講一點 借書給自己還給別人 別人 對對對 這一個呢 借我書 借我書 跟別人借書 沒有我 因為我沒有對象出來 你懂意思嗎 對 所以跟別人借書 OK嗎 可以 啊這個呢 借別人書 對 這樣OK嗎 好 注意看喔 有沒有對象出現了 有 來 對象是誰 老師 所以怎麼翻 對象力不能先翻對不對 對 因為有動作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裡 因為這個情況 我們會多加一個字 跟 對象是誰 老師 幹嘛 借書 這樣OK嗎 可以 可以齁 好 對象力不能先翻 這裡就不是跟了吧 對不對 對 加哪個字比較好 給 對 所以 一樣是借 記得嗎 對 借 給 老師書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看得懂的 可以 所以 腦筋不要太直 再告訴我 唸一下日文 告訴我這什麼意思 來 來 貸書 嗯 啊 中文啊 中文啊 借 等一下 出去 借書給老師 把書拿掉 我只要貸書就好了 來 借 給 借給人家 沒有老師 我就是要貸書 喔對 借給他人 對 對對對 然後這個呢 好 借給 我 有我嗎 借給 借我 為什麼沒有我 好啦 借我啦 借我啦 跟別人借可不可以 可以 這樣懂意思了嗎 這個字 可以 因為日文把借弄得太複雜了 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用從這個地方下手 所以 把東西借給別人 跟別人借可不可以 理解了 可以 這時候再把主詞放進來 主詞是誰 我 對象是老師 所以 我 我 借 跟 跟老師借書 那下面這個是 我 我 借給老師書 100分 這樣沒問題了 好 我好緊張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有沒有很久 心跳沒跳那麼快了 一開機就會跳很快 哈哈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 有沒有 心跳加快 對還是點到我 我用慢慢輪下來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邏輯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用這種方式去看他喔 不要讓自己產生太大的困擾 我都是用眼睛叫你去看他的 不要死輩 因為死輩真的很難記住他 懂了 懂了之後慢慢去講 帶出來 這樣OK嗎 可以 好來謝謝文玉 謝謝你OK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